那我们说整个市场 它发生了哪些新的一些新迹象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操作过程当中 又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蔡君益 还有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顾永京 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祝超 三位晚上好 这一时段您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那刚才也提到了 今天整个回到盘面 我们看到整个市场 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运行状态 互生两市今天是缩量震荡 两市的成交是4872亿元 是8月29号 也就是9月份以来 首次成交低于5000亿的一天 从全天的热点板块情况来看 消费当中的白酒是全线爆发 科创板尾盘集体返抽 那北向资金的单边净流入 将近40亿元 继续出现一个净流入的状态 那其实蔡老师我们刚才说了 这段时间大家从交易情绪上 有这样的一些普遍情况 前一段时间辛辛苦苦 9月份开始打磨的这个盈利 昨天今天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9月份 我们说这个节奏是不是变了 从昨天开始的这种调整 是不是开始了 今天晚上美联储的降息与否 是不是对短期市场 还有非常大的强烈的作用力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个 短期市场的节奏分析 第一个是我觉得这次的调整的话 到目前为止的话 还是一个健康的调整 我们界定为是一个健康的调整 健康 你觉得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不认为说9月份就看到了 3040点 这个就是 这个这个行情结束的标志 当然算上去的话 不一定指数算新高 但是的话 我觉得后期的话 还会有一个风险偏好 向上回升修复的这样一个过程 刚才我们量价关系已经分析了 因为9月5号 A股上就在我们现在 A股所处的位置 它就是9月2号3号4号5号 四天打上去的时候 就9月5号是两次放出 7900亿成交量 今天对应的 我们杀到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我们的成交量是和那天对比的话 是接近缩掉了40% 从我们理解角度来讲的话 量价关系的配合 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说 从基本面和技术面来讲的话 两者都有调整的一种必要和共振 基本面方向上面的话 来自正面的就是这一波 或者说10% 从这个8月中下旬开始 10%的这个上行 到这个3000多点的这样一个上涨的话 应该说反映了对政策层面 组合权的一种预期 与此同时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 来自于 现实经济数据当中的一种骨感 所以的话呢 这种基本面层面上面的一种客观的 一种修复 这是很正常的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说技术层面 走得过快嘛 下面冰冰邦邦留了三个缺口 那现在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半缺口已经封掉了 调整到现在为止的话 整个市场的幅度非常清晰 涨了10%多一点 调整的话也就3% 万德权还更明显 涨了13% 调整的幅度 连三个点都还没到 所以我们觉得是非常健康的 然后从结构上面来看 无非我们看 这个行情当中的先锋板块 科技股 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 说科技股 冰冰冰冰还在跌 其实我看了一下 其实科技股的调整的话 我今天把科技股计算器通讯和电子板块当中 重要的龙头股 我一个一个把它打开 看了一下它的一个趋势走势度的话 虽然调整 整个的趋势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而且调整一调的话 基本上就成交量萎缩 所以我们说如果后期要修复的话 回过头来还是要看这种进攻性板块 今天还没有错 在昨天的比较劣性的调整面前的话 今天的我们的白酒板块 还是主要呈现的是一种防御板块 我们原来看到的一个防御板块是银行 现在的话又加了一个板块的话 我们看到原来那帮老蓝筹也没歇着 关键时候的话 他们还是挺身而出 因为砸到27002800的时候 也是他们在顶 所以我们说从目前来讲的话 9月份还剩下3 4 5 后面还有5天 总共9个交易日 我们觉得还有机会 重新从下档慢慢地回升上去 至于创不创新高 我们到时候再看这个总体成交量 和进攻板块的这个变化情况 所以我们结论是 到目前为止调整正常的 大家不用过于这个慌张 至于我们的 是不是爱在生秋也甭急 我们看一下后期 我们这些组合权政策的落实 因为能落实下去的东西 我们看了就两龙松绑和全面降准 后面包括LPR改革 包括消费刺激政策 等等一系列政策 其实还没有落地 今天我还看到 包括这个深圳的先行示范区 深圳刚刚开会 说还在讨论过程当中 所以有些政策的话 是可以逊解落地 有些政策的话 是有来日方长的过程 其实你刚才也说了 整个市场 在这个位置当中 昨天的这个深调 和今天的震荡 你觉得都是符合市场本身规律的 没有太出乎市场意外 没问题 慢慢来 后面还有个缓缓回来的修复个过程 对 来看看永青 永青从技术上来说 这两天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缺口 昨天补了一个再补再补再往下 再往下那撒缺口 现在整个市场这种情绪 包括成交量 是不是要去补一个三个缺口 有这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概率不是特别大 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量能情况来看 我们刚才蔡老师也是讲了 和最高量的话是下滑了40% 那我对于这个量能的一个理解来看 就是说目前的 尤其是像今天这个成交量 短期是无法来组织这个进攻的 但是这个量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缩减 我们要 我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说 昨天出现的这个回落 其实是因为市场这个量能跟不上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在3050点左右 大家可以记得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当时成交量呢 基本上都是在3000亿 4000亿左右 而这两天的3000点以上 这成交量呢 只有2500 2300 所以说呢 这个如果说要过一个台阶的话呢 它必须要放量 但是呢 这个量呢 现在又放不出来 所以说呢 致使呢 然后很多的资金呢 又不愿意去进行这个外移 因为要放量的话呢 它必须要 从点到面的去进行这个攻击 它不仅仅要参与到科技 参与到军工 参与到医药消费 这一些核心性的一些资产 它更可能需要参与到一些底部性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概念 但是呢 这些资金呢 不愿意参与到这个其中 所以说呢 这量也出不出来 同时呢 还有一些呢 就这个利好的预期呢 是有一些落空的 就比如说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MLF的一个利率的话呢 还是维持之前的3.3 所以说呢 在这样一个量出不出来 和预期落空这样的情况下呢 市场是出现这样的调整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量快速性的一个萎缩 在这个位置来讲呢 第一呢 就是说并没有出现大量的一个孔光盘 第二呢 就是说这个量的话呢 也是说明短期呢 没有办法去组织这个进攻 那么由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最近的这样一个缺口附近 应该说呢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 这个增量资金一个进场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缺口附近呢 我觉得应该 也就是说在2750点以上吧 我觉得呢 还是具备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的 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市场现在短期来讲 它还是呢 需要有震荡整顾 然后呢 去消化一些获利盘以后呢 然后才能够重新组织上攻 而且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出现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它这些资金自始至终的 它都还是在核心性资产当中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科技股为什么会去分化 那些不能够被证伪的 还在挺在高位 哪怕是生意科技 哪怕是互电股份 即便没有涨 它们还是挺在高位 而那些呢 就是说确定性赛道还是很好的 包括像今天的圣邦 包括还有像那个水晶光电 都还都已经是创新高了 那么可以被证伪的 也就是说或者说 它有些不及预期呢 我们可以看到 二线和三线的科技股呢 都出现这个调整 而资金的话呢 又转到哪里去呢 又转到了像医药当中 我们可以看像今天的长春 高新已经涨 创新高了 贵州茅台已经上去了 就资金的话 反反复复的就是在金融科技 包括医药消费这些当中 在进行这个轮转 当然了金融的话呢 在这两天呢 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 这个消息不及预期的话呢 券商这两天再调整 不过呢 我们觉得调整呢 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参与的这样一个时候 所以说我们后续 我们要去关注的一点是哪里呢 就是说第一 这个量的话 能不能重新再慢慢的一个起来 第二 这个市场的这个有点倒面 能不能重新的去进行这个扩散 或者说市场当中 对于核心性的一些资产的一个炒作 能不能重新的 再有一个新的一个龙头起来 然后的能够引发 引起这样一个高潮 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说是继续在核心性资产当中去做 那它就是一个情绪的再发酵 如果说是有点倒面 比如说我们看到资金的话 引入到像这个地产 引入到周期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可能是会酝酿一波 更加大的一波行情了 就是说明增量资金 对于整体市场性的一个看好 现在是或是对于局部性概念的一些看好 我觉得呢 无论从量也好 或者说从盘面结构当中来看也好 这两者是完全是不同的 其实你刚才更关注的是 整个轮动的盘面 对 节奏 同时呢又关注这个量 迟迟放不出来 它的卡口在哪里 平静在哪里 同时呢也关注 这个量一旦 平静突破之后 点到面这个事儿 还能不能做 好 来看看祝超的观点 祝超 其实这一段时间 无论是从课程 还是从就是线下 还有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大家可能对你 对市场一些积极的一些板块 包括行业的一些选择 都比较感兴趣 但是呢科技股出现分化了 那怎么做 那前一段时间也有人说 在科技股当中 有一段时间赚钱效应非常好 非常快 但是这两天震荡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效应 一下子给抹去了 那么在9月下半月的 这个整个行情当中 在国庆前 9月下半月 刚才蔡老师数了 9个交易日 那还有没有这个科技股 在反升的机会 您重点谈谈 这个方面的情况 首先我觉得科技股 最容易赚钱的那一段 已经过去了 在这个9月份的上半月 应该来讲 我们关注的一些龙头公司 他们已经出现这种连续上涨 就是感觉是躺着也能赚钱的 这种这个赚钱效应 可能在短期里面已经看不到 那么我认为这一波的调整 一个逻辑是因为大家发现 在高位之后 科技股的这种接力 高举高达的资金 并没有持续性 这是一个关注点 第二 在3050上方调 还是在3050下方调 大家如果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这个希望主导 这个市场的一个参与者 你是觉得在 3100这个密集成交区 套牢前主动回撤好 还是在现在3042附近 先回撤好 我更倾向于3042回撤 因为再往上走 调整的空间 或者说大家觉得 这种短期的这种消化的 这种获利的 获利盘的这种了结的方式 可能会更可怕一点 我觉得 所以现在来看我认为 第一 核心的这一类科技型公司 包括前一波上涨比较大的 大家注意一个点 第一 这一类公司即使回调 始终未跌破二式均线 这是从技术上 我们给出一个参考 就是说这一轮 中期向上的这类品种 只要不跌破二式均线 我认为 反而应该是在 二式均线附近 可以再做一次 低息上车的这个机会 我认为这种 结构的调仓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是什么 高位的科技股开始分化 不是说它已经做了一个头部 并没有看到头部这种迹象 而看到是二梯队 最近段时间我们看到 以这个5G手机产业的相关的 不管是摄像头也好 还是一些其他的 包括前面提到的 像水晶 各尔 包括这个兰斯科技等等 这一类公司 它在低位寻找一个补涨 那么我觉得 保持一个对整个科技的 这个整个大科技方向的一个 保持这种赚钱向益 我觉得是一种比较 非常良性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 观察几个点 第一 前期我们也关注的 像这个软件的龙头 中国软件 大家要注意一点 9月9号这一天 它是创了新高 但是9月10号开始 一根阴包羊的走势出来之后 对整个市场的 这种人际的打压 还是比较明显 因为我们看到 它再也没有创过新高 然后市场也慢慢的 慢慢的看到 也就是说 这是一根 这个一条线 在这个位置开始出现分化 那么市场开始出现主动的调整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 所以说 观察这些前期的龙头品种 提前于大盘见顶 那么它只要什么时候 提前于大盘见底 那就是一个转世的一个信号 这是第一 那我个人更倾向于 这一类龙头品种 在二世均线附近 会得到一次奇稳 那么第二个 我们观察的点是 对于指数端 指数端大家之前 可能对3050大家比较有这种期待 觉得这一波上去 应该是能够上去 我个人更倾向于 这一波的两个逻辑 没有改变 第一就是政策驱动 我觉得现在没有改变 第二就是相对宽松的流动性 不管今天晚上 美联储是否降息 那么我想说的是 现在整个全球 应该整个氛围 至少在三季度末 这种相对宽松的流动性 应该还是能够继续危机 也就是说 这一轮上涨的两个核心逻辑 没有打破之前 我认为所有的调整 都是理性的 或者说就像蔡老师说的 比较健康的 我觉得现在来看 的的确确也是 那么唯一欠缺的是什么 欠缺的我们看到 比如方说我们在上周 看到一家头部券商 它其实已经率先打掉了 三月份的高点 这其实如果说换到牛市 或者说特别强的市场的时候 这一类品种 往往会得到资金的高举高达 但是我们发现 最近一段时间 它主动回调 并且已经回到一定的 这个均线附近 那么这个就告诉大家一点 现在不管是哪个层面 去看这个市场 要考虑的是节奏 你不用担心 可能这个地方回调了 你就担心行情是否结束 我当时说过两个 如果从盘面来看 就两个信号 前期的龙头品种 是否做头部 现在没有看到头部 现在是缩量调整 然后头部权商有愿意去打掉 上一轮高一点的这一轮资金 他们现在只是主动的做一个修整 我并没有看到这种退潮 所以我对九月份接下来一段时间 第一操作难度 的的确确开始轮动 因为毕竟躺着赚钱的那一段已经过去了 那接下来我觉得 反而你要考虑的是什么 就是考虑这一批前期的强势品种 何时起稳 我认为就是二十均线附近 基本上有 那么第二呢 我们想说2733以来的这一波调整 这是第一次的调整 你不用去 如果我们把周期放了短一点 你不用去看每一波的行情起来 往往第一段的调整 不会轻易的结束 哪怕后面没有太大的机会 但是第一次的调整 往往酝酿着第二波的上工 我觉得我对整个九月份的下半月 或者说大家如果时间再长一点 那么可能在国庆后 依然会把3042这个高点 我认为是个人会打掉 我觉得这个高点应该是会突破的 因为整个这一波的上涨逻辑 我没有看到被颠覆 所以我觉得重的是这一波的逻辑 逻辑没有打破之前 那么我们就安心 这个伴随着震荡和调整 强势调整 我觉得很正常 大家不要觉得 因为毕竟从2300 2733涨到3042 那也差不多有指数都涨了10% 正常的这种回档是很正常的 其实刚才三位嘉宾 对大盘 短期 整个的观点 其实就是三个字 没问题 就是对昨天的深调 包括今天的震荡 都提出没问题 系统性 没问题 很健康 如果说不健康 你要继续杀 我们也没办法 万一看错 也请大家多多担担 另外我补充一下 应该还剩八个交易日 最后一天10月30号是礼拜一 我估计那天也大家心不在焉了 那么其实剩下七个交易日 我们先说九月份的 七个交易日里面的话 乒乒乓乓跌 你觉得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性太大 而且现在两家关系配合也挺好 所以接下来的话 轮动的情况下面就是 到底是刚才永庆说的 我们其他一些板块轮动上来 还是我们原来的核心板块 继续保持 因为你叫他现在这么短时间当中 换出来 马上再重新建其他仓位 我个人感觉上面 它有点小难度的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把 这个通讯计算机电子板块当中 市值大的东西全拉出来看看 你们到底跌成什么狗样了 一看又还有腔调 很有声势范 那我觉得至少这个地方 我得看一看吧 这是我们 所以我们其实在原来分析行业的时候 从硬件到软件到芯片 到半导体集成电路 各种各样都分析过 那么大的行业的话 我看过了 市值一般都是三五百亿以上的 我看了一下 应该说整体的调整都很健康 就是说上来以后的话 它科技化还很正常 它走一段 因为斜率比较偏嘛 啪它就横走一段 或者稍微调一调 把斜率修过来 这一段走上去也是斜率很陡 然后它再横走一段 有的股票的话 已经连续有四五天的 这种小阴线的这种调整 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所以我想这个板块 因为既然你前面一波 是它做先锋品种杀上来的 至少你不长的话 也不能不好跌 对吧 所以你得把它先看住了 至于后面是不是换板块品种 我们说一种可能性它不换 一种可能性 突然之间再爆出来新的东西 我们也来得及反应 不急的 所以 其实祝超 我们记得周一的时候 特别有意思 三位嘉宾那天 就是周一提出 整个市场 可能节奏要有一些变化 因为他们看到 尾盘黄金的拉升 他们看到整个市场 成交量在慢慢地缩 他们也看到 成交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大家的这种观望情绪 也多起来了 提出节奏有变 那随后我们就看到 整个市场 就是它的这种变化 非常大 在市场当中 但是今天周三 你们三位嘉宾 就是说这个调整 在这儿差不多 没问题 我不敢说 这个调整是不是差不多 这要问问你 这调整到这儿 是不是差不多了 因为昨天 我们跟贵老师 我们三位嘉宾也谈了 这调整到底什么方式 先死死地敲了一下 周二狠狠地敲了一下 然后短期就能绝地反击吗 看看今天没有 外围市场的还有消息 悬而未决 是不是这个调整 我们还要多等等呢 在时间上 首先从技术上看 我们也看到 这个分时限 特别是60分钟级别的 它一般会调整 三到五个交易日 那么如果从 这个调整日来算的话 应该来算 今天其实是第二天 但是我认为 整体的这种调整的 这个周期 首先不会太长 这是我的观点 就是最多应该是 五个交易日左右 那么应该就会起来 而且我现在来看 如果按照 昨天这种跌法的话 我们也看到 即使指数出现 40个点左右的调整 但是我们看到 龙头品种 它也没有出现 像前几年 我们看到这种恐慌 这种非常恐慌的 那种方式来调整 那么我的观点是 如果是用这种温和的方法 去调整的话 那我觉得不管是空间 还是时间 我认为都是比较 不会太长 那么第二个呢 无非大家担忧的 就是几个缺口的问题 那我觉得缺口 这个不是太 我不是特别的看重 因为的的确确 如果用这个技术分析 来看的话 那个上证指数 回到第一个缺口补完 那么极限 我认为就是第二个缺口 第三个缺口 是绝对不能碰的 如果碰的话 这一轮的整个上涨的逻辑 可能你有不知道的潜在的 这种超预期的利空会存在 那我现在来看看 我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 这一波的上涨 你要抓住的是逻辑 就上涨的这一轮的 两个逻辑没有改变之前 那我觉得这样一个上涨趋势 是不会轻易改变 大家不要觉得 看到调整就恐慌 而且我已经说了 即使未来没有太大的空间 往往第一波的调整 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所以这个地方 即使我们有判断的失误 它肯定会给你纠错的机会 那永庆 今天我们看到白酒板块 打涨停的挺多 白酒又回来了 而且本商资金可能 在选品种这个过程当中 就选了白酒 前两天是选家居 好像昨天是选了银行 那我们看到 一是白酒又集体大涨 我们说这是防御类的品种 另外看到 科创版尾盘也有异动 那我们大家去猜测说 这钱可能选来选去 又没得选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目前来看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这波市场的话呢 其实是由风险偏好所带动 也就是俗称的话 就是情绪面所带动 这一部分资金的话呢 它只针对于阻力最小的 只针对于目前市场当中的核心性资产 再简单来说就是消费医药金融科技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当中呢 科技股其实预期已经打得比较满了 那些可证伪的这两天是在跌 而不可证伪的呢 继续在高位平台上面去进行这震荡 甚至于今天还在涨 那么一部分资金的话呢 在不可证伪 在可证伪的一些品种当中 也就是说二三线的一些科技股当中出来以后 他们选择的是什么呢 他们选择的就是具备有补涨效应的医药和白酒 我不认为呢是什么防御 我认为呢它其实就是这批资金 就在这四个板块当中进行轮回性的 去进行这样一个交易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近期科技股市涨了有30%到50%左右 而像茅台也好 包括像顺兴农业也好 包括像五粮业也好 其实一直都是在高位去进行这个震荡 而我也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上周三来的时候 还在探讨茅台会不会出现大不幸下跌 我们当时也是和大家说了 1060点正好是它的估值的合理位置 那么现在来看呢 市场资金又重新再进去了 那么说明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市场在接下去 指数在接下去维持3000点附近 保持正当的过程当中 还有大量的资金会进入到医药和白酒 还有大量资金会进入到医药和白酒 因为这批资金的话它现在倒不出去 我们说了如果说它能够倒出去 它倒到哪里去呢 倒到低位当中的比如说建筑 比如说这个库存量比较低的电解铝 或者说它去导到这个分红率比较高的钢铁或煤炭 那整体这个市场就不一样了 那整体这个市场就是有可能去突破3200点去了 就说明一部分的资金的话 对于整体这个行情出现了本质性的一个判断 现在市场资金对于这个行情的判断 我的理解来看就是局部性机会就是一波反弹 但是还没有到真正性的一个突破 但如果说是整体性的爆发 那就是突破就是一波初级性的牛市 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说后面会涨 而且我也相信就是说会突破6月份的一个高点 也就是说3048点这些高点 那么我认为但是关键是要看涨到底是涨的是什么品种 如果说涨的还是核心性资产 那么不用看了 3100或3200左右就差不多了 如果说是有点倒面 如果全部都扩起来了 那么3200点都掏不住 那其实朱超我们这段时间看整个盘面这个变化 它在节奏上应该是在周一周二 尤其是昨天下跌之后 整个市场是发生了一些节奏变化 你刚才也说了 9月份开始赚钱非常容易的那段可能就过去了 但是接下来呢还能做操作性是有的 但是就需要你去金票细选了 那我们稍事休息 有一个减持的一个统计 这个统计非常有意思 减持啊今年截至到9月16号 上市公司累计减持是超过1400亿 但是减持超过10亿的有一些 它倒反倒在近期创了新高 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 一会儿我们回来和大家来聊一聊 板块轮动太快 抓不住投资机会 赶快下载股拍APP 票选明日最强板块 感知市场热度还能瓜分万元现金 首次警裁 奖金翻倍哦 股拍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七十年 谈指尖 感受大国小家 沧桑巨变 七十年风雨里 记录中华儿女 前赴后继 七十年奋进中 见证中国精神 传承不继 上海广播电视台 轻力打造精品立作 隆重庆祝新中国 七十华诞 十月献礼 敬请期待 每天三分钟 欧西盘面重点 小谈股市热点 为你解忧消愁 我是莫愁 在股拍APP 看A股你莫愁 股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公司与行业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 随着市场的快速攀升 我们给大家罗列了一些减持的数据 万德截至到9月16号 A股在股东重要的股东 累计减持的量上 累计是超过1400亿元 特别是在市场相对高位的3月份 减持的数量也比较多 当前9月份 刚刚过了半个月 净减持的金额已经超过150亿 这个150亿和之前3月份和7月份相比 可能差不多 可能甚至比它略高一点点 那么从具体的大额减持的公司来看 37家公司减持是过亿的 其中18家 它的一个净减持的金额是超过2亿的 像美景能源净减持的金额是最高的 已经超过10亿 另外像赵毅创新 惠鼎科技 金预医学 包括像国投资本 还有太平洋 它们的减持金额都超过5个亿 而奇怪的是其中多只股票 近期的股价是创了阶段性或历史新高 主张像这个现象怎么解读 因为在市场当中也有 七八年八九年这样的一个市场历练了 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 这边减 这边创新高 我觉得像赵毅创新 包括惠鼎科技 这是最近不管是机构调研 还是整个市场的资金关注度 都比较高的这些高新技术的 一些代表性企业 那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大量的这种减持 首先我觉得第一 你要看是否是实控人减持 还是二股东的一些 偏股权型投资的这些投资人的减持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区分 那如果说是这个产业资本 以这个实控人为背景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一致行动人 出现了这种高位减持的话 那么可能他的这种 对市场的这种短期的影响 或者说中长期的影响 可能会更大一点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当然在2012年到2013年 那一波这个创业版的一波行情里面 其实我们会发现 往往大股东减持完之后 1213年创业版反而开启了一波牛市 因为2010年的时候 是创业版减持的最高峰 那么我想说的是 减持的过程中 其实还要去看 有一些这个实控人 他可能是为了 可能对自己的公司 比较有看好的这种向好 本身他在这个减持的动作过程中 他是能够通过部分的方法 去合理避税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 股价上涨的过程中 大股东半数的减持 他其实股价还会上涨 有可能他是能够规避部分 当然这个要具体的去分析 要具体的看 但是如果从中长期来看 我还是建议大家关注两个点 第一是是否是实控人 或者是一致行动人 还是二股东一些 这个股权投资型的这一批投资人 因为如果说是 第二类的投资者来讲的话 那么他们的减持 更多的是看的是 这种短期的这种 获利了结的心态 但是他们不会更改 这个中长期的 对公司的影响 但如果是实控人 做这种比较大的减持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一分为二去看 如果减持的量非常大 那我认为它短期 反而市场还会上涨 因为说明这个看好 看好这个公司的 这个场内的资金比较活跃 那么它短期还会有上涨 但是如果中期来看 可能会比较尴尬 所以我想说的是 对这个减持 大家不要觉得减持 第一个想到的 就股价会跌 我觉得当然肯定 相对是一个偏负面的 但是应该还是要一分为二 你要去理性去具体去看 这个公司的减持背后的人是谁 那关于减持 要搞清楚谁在减 减了多少 减的目的是什么 减完了之后 这股价 它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表现 到底是什么 要反观一下 供大家来参考 那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本周六公司与行业的节目人 既嘉宾助超将举行首次的线下交流活动 他将跟大家分享如何跟着聪明的资金 来寻找投资脉络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 咨询电话是1366-1948-045 助超大家都非常地关注 说这周如果线下活动的话 你会讲点什么 因为这周行情变化挺大的 接下来会不会跟大家挖掘一下 九月份就是你刚才说了 前面很好赚钱 后面要难赚钱了 这个逻辑还能找到吗 主线板块还能跟大家分享吗 对 因为这一次的线下活动 我主要是希望能够让大家 通过一个机构的视角 或者说偏这一些一线的活跃资金的视角 他们如何看待这个市场 我觉得要站在他们的这种视角里面 你去看接下来的四季度行情 那我觉得你的这个操作的理念 或者说一种新的这种操作的这种看法 对市场的看法会有所改变 因为我这次准备的很多的 应该是属于我这么几年的一些干货 很多干货都会在这次的线下活动 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们首先对于四季度行情 应该还是要积极对待 首先我已经说了 我们的两大逻辑没有改变之前 这种结构牛的这种市场 包括到今天为止来看 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5G的一些公司 还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想说的是 这个市场人气非常重要 我们就要把握住 整个人气最聚集的那个点 去做这个布局 那么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搭上顺风车 那对你自己去辛辛苦苦去调研 或者怎么样 自己去盲目地去选股票 那么可能相对来说 你的胜率就会更高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通过线下活动 教大家这种方法 怎么站上巨人的肩膀 怎么样搭上合理的顺风车 那我觉得对你的投资 肯定会有帮助 其实在上次节目当中 您也做过介绍 一方面是从我们股市天天向上 开始介入到这个投资圈子以后 也有机会和一些市场当中的一些高手 进行学习和交流 也积累了不少的心愿 第二 你自己也有一个自己的模型 你自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模型 在这个模型当中 也有自己的一些策略和大家来分享 是吧 我们希望线下活动 能够有更多的投资者朋友 面对面问一些问题 同时面对面对9月下半月 在操作过程当中 能够切实地有些实战的交流 别忘了 我们的咨询电话是 1366-1948-045 1366-1948-045 好了 稍事休息 一会和大家来分享的是 房地产板块 还有华为概念股 这两个板块 在今天旁边当中 都有不错的表现 一会回来 板块轮动太快 抓不住投资机会 赶快下载股拍APP 票选明日最强板块 感知市场热度 还能瓜分万元现金 首次仅材 奖金翻倍啊 股拍 各大应用市场 均可下载 更深的期待 更广的胸怀 更广的胸怀 更多的共享 更美的未来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时代 共享未来 精彩 就现在 好 欢迎回来 随着市场的快速攀升 逢高减持 成为众多上市公司 大股东的一个共识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和大家聚焦的是 房地产和华为概念类的个股 其实 不知不觉当中 在房地产市场 政策始终不放松的背景之下呢 上市房企 上半年的业绩 到底怎么样呢 结合我们半年报的统计来看呢 今年上半年 流通市值在100亿元以上的 37家大型房企当中的 有32家房企的 半年报的净利润 实现了同比增长 而流通市值 低于100亿元的 17家小型房企当中的 仅有6家房企 半年报的净利润 实现了同比增长 那业内人士纷纷表示说 目前的政策环境 对房地产企业的经营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那么在面临相同融资压力的前提之下呢 大型房企的这个业绩啊 就显得更为的稳健 那蔡老师 回到房地产企业今年的 这个半年报来看 我们刚才看了 头部的一些地产的公司啊 不仅是半年报增长得好 而且股价也在最近 悄悄地创着新高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还能继续关注吗 我这样来理解啊 现在的话呢 我们在A股商当中的 各个行业的龙头品种 有些是顺着行业的顺轴期 有些是逆行业的逆轴期 那么房地产呢 其实是略偏逆轴期的 因为它从政策因素角度来讲的话 它并不占上风 所以呢 其实房地产 整体的表现情况 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当中 表现好的行业 还没得发比 但是呢 它有一个很强的特点 很多公司都是个位数的适应率 懂吗 个位数适应率 就是小于10的适应率 当然小于10的适应率的话 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便宜能不能涨 我们说银行也很多小于10的 还有很多像建筑也小于10的 它为啥不涨 有它的自身的道理存在 很多的这个 个位数的行业的 这个适应率当中的公司 它不会大跌 但是的话呢 大涨的初期条件还不具备 那么至于说头部企业 不要说在房地产行业 各行各业都是在挖头部企业 你周期的 那挖的时候 稍微动作迟缓一点 顺周期的 那就拼命地挖 大家也能看得到 所以呢 在这个房地产当中的话 结论就是第一 行业的周期是往下的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那个会议 大家也看到了 绝不用房地产做短期刺激 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 然后再看货币 货币的情况 大家也能看得很清楚 在整个货币的一个基调值的话 也是一个中性偏暖的状态 所以你要房地产再大涨 很难 那么所谓的结构性机会的话呢 就是来自于行业当中头部企业 这些企业的话就是穿越周期 节重度提升的 大家一般情况下 是要招保万金 对吧 那现在其实 保利地产的话 它的一个状态会更加好 那么它所谓的优质企业 是什么理解呢 就是杠杆合理 具备融资优势的龙头企业 有些小企业的话 到外面去融资的话 别说十个点 它连十五个点都融不到 那么大型企业的话 它相对来讲的融资的话 一般情况都小于两位数的融资成本 这样的话呢 对企业的这个腾楼空间 将会比较大 而且大型企业的话 特别是在一二线城市 能够展开它的业务 中下型企业就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呢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 现在各位数的房地板块 具备的是房价值 头部企业请大家一定注意 有融资便利性的 有行业集中度的 还是老样子 找大的买 这是一个不变的这样一个规律 但是呢 你只要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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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马上这个这个龙飞升天的话 我觉得难度也比较高 毕竟这个行业当中是不太配合 它即刻展开行情的 那永庆对房地产类的个股怎么看 因为现在可能各家权商机构 在秋季策略当中 提的最多的是券商 汽车 房地产 那其实呢 第一呢就是说 为什么提金融和地产呢 因为它有一个历史一流 一种习惯 因为呢根据这个数据统计 好像呢在每年的第四季度 然后金融和地产呢 往往它会跑赢这个市场 所以说呢 他们有这种习惯 会去推这个 第二呢就是说 我觉得呢 当下这个地产呢 也确确实实呢 是有它可投资的 这样一些逻辑存在 当然了就是说 还是和蔡老师想法一样 我们觉得还是依然是要 着重于呢 这个头部性企业 那为什么会说地产 整体这个行业 地产当中的一些 头部性企业 是具备有投资性机会呢 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样几个数据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呢 是地产行业 在一到八月份 所公布的四个重要数据 一个呢是新开工数据 一个呢是投资额数据 还有一个呢是销售面积数据 还有一个呢是销售金额数据 那么在这四个数据当中呢 我们就就仅仅看到 新开工的这个数据 是下滑的 而其他几个数据呢 然后都出现了一个回升 无论是投资数据 还是销售面积 和销售金额这数据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 因为当然了 这新开工数据的话呢 和它的拿地的节奏 和政策管控 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另外呢 我们比较着重于 关注的是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在八月份的 一个竣工数据 不是竣工面积的数据 是出现了一个明显性回升 环比的话呢 和七月份相比 它是上升了 有3.5个百分点 在八月份呢 它的销售面积的 竣工面积的 它这个这个上升呢 是上升大到4.7% 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 你竣工了以后 它就可以拿钱 所以说呢 我们在想 就是到年底的话呢 竣工的大量的 一些楼盘可能是多了 它的回款 然后呢 能力就大了 所以说呢 就是提升了 它在四季度的业绩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 会出现一些亮点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来自于 它的一个估值修复 那么刚才 蔡老师讲了 就是说 看它们全部都在10以下 现在整体房地产行业的 这个P1的话 是在9.1 行业P1在9.1 而且呢 它的头部型公司呢 它基本上是在4到6左右 那么在这个估值下呢 我们之前说过 就是当时最差的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那个时候呢 这个地产呢 也就是这样的 也就这样的一个估值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目前的10年期 国债的收益率呢 是3% 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一线的地产的 2018年的分红率呢 是可以达到4.5% 2020年预期 可以达到5%以上 所以说呢 在这个分红率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你一样去做这个固化 固定性投资的话呢 好像地产的这个分红率还高 所以说呢 这一点呢 基于这以上这三点 可能地产股呢 也确确实有它一些 投资性的一些机会 当然了 这仅限于头部型企业 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来梳理 房地产板块啊 在中报 整个发布的过程当中 它一个实际的业绩情况 和股价啊 这两天变化的一个情况 公年参考 好了 稍时休息 一会儿我们来关注的是 第四届华为全联接大会的 这个最新情况 我们一会儿回来 有投资机会 赶快下载股拍APP 票选明日最强板块 感知市场热度 还能瓜分万元现金 首次警裁 奖金翻倍哦 股拍 各大应用市场 均可下载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请安全使用燃气 一代人用青春和热血 在金银滩上唱响草原战歌 用血肉锻造活之重器 十几万人的拼搏 两弹在这里诞生 透过历史烟云 看核实业探路者 肩负的国家使命 戴号R21 即将播出 一个孩子的善良 是另一个人的幸运 为别人创造幸运的你 很赞哦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清堂 我是邵商武 在股拍APP 看股团大师兄 股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好欢迎回来 今天第四届华为全连接大会 在上海举行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坤 带来了硬邦邦的技术产品发布 包括由几千颗升腾处理器构成的训练集群 ATLAS900 华为宣称这是目前全球最快的AI训练集群 另外华为首次发布整体计算战略 该战略包括四个方面 构架创新 投资全场景处理器足 以及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商业策略 胡厚坤透露说 华为还将发布新的沃土计划 将投资15亿美元 目标是将开发者数量提升至500万 那么针对外界对于华为5G技术趋势的发展方向 他也表示说 5G的商业部署仍在加速期 营收形成规模还需要时间 助超来看看华为概念类的个股 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是一大事而动的 整个市场的它聚焦点 从之前的自主创新 那时候8月底7月8月都动过 到9月也算是市场的主线之一 到目前为止 华为的消息不断 新品不断 发布会不断 那整个市场对于华为的概念产业链来说 是不是有分化 还是说继续在加强的逻辑线上 首先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对整个华为的三大支柱产业做一个细分 我是从它2018年的财务报表 我们发现了它的一个三大支柱产业 第一块业务是运营商业务 运营商业务其实就是我们从2011年到2018年 就是基建的这样一个搭建 5G的这样一个基础设备的运营 那么它的一个收入占比占41% 收入在2940亿左右 那么它的第二块业务呢 就是消费者业务 现在的一个比重非常之大 而且已经成为华为的一个最大的一块市场 占比在48% 整个收入是在3489亿 那么第三块业务是企业业务 收入在800亿左右 占比10%左右 那么我为什么首先要说这三个业务 那这从三个业务入手 我们再去看华为的哪一块市场蛋糕 是否能更大 那么前面其实我们看到 从占比的两个现状来看 应该说是消费者业务 跟运营商业务是它的一个 这个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但是如果大家再加一个 符合增长速度 这个ROE的这个速度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一个运营商业务增长 比较稳定9% 而消费者业务这一块 已经达到了35% 还有一块就是企业业务 这一段虽然占比比较小 但是它的一个符合增长 在37% 那么如果从这一块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看到 最近股价涨得最好的 应该就是围绕着消费者业务 那么消费者业务 马上就引申出一个产业链 其实就是现在最为火的 就是5G的应用端 那么最先大家想到的 就是5G手机 那么5G手机 毋庸置疑 不管是从Meta 这个2030到Pro 大家比的是什么 你会发现现在的购买力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的 购买手机的这种 比较的这个来看 包括马上要推出 iPhone 11 大家会发现 朋友圈看的 你会发现 现在手机 它大家考虑的不是 你的速度反应快 你的操作系统 而比的是摄像头 最近大家会发现 现在的很多 这个手机的 这一个焦点 反而会在摄像头上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 这个不管是水晶光电 兰斯科技 包括今天欧飞光 再度起来 也就是说 大家对于整个消费者业务 这一块的 衍生出来的这一块蛋糕 应该是比较明显 那么从我们的 这个调研的情况来看 这个5G手机应用端 现在最为核心的 除了摄像头 是可能是一个 大家短期的 这个聚焦点之外 其实它的一个核心 在于它的一个基带跟芯片 那么我们知道 之前的芯片 华为已经出了这个麒麟 麒麟这个980等等 那么主要都是 跟海思有关 就是国产替代的这一端 那么另外的一块基带 这一块两块 我们认为是 接下来5G手机中 大家非常争夺 比较凶 这个比较 应该说竞争最激烈的 一块地方 这也是它跟苹果的 一个竞争力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关注点 第二块呢 就是我们想说的 就是运营商 运营商可能比较稳定 那么我们也知道 就是围绕着基建 包括这个 这个社评 包括一些基础 零部件的这一块 那么他们是比较稳定 那么从股价来看 其实 长期的稳定性 应该说是 不管是像 力训精密也好 还是我们已经看到 又再度创历史新高 那么他们这一类公司 是处于一个 比较相对稳定的 一个时期段 那么爆发点 可能最为明显的 就是消费业务 这一段 所以我想说的是 近期的盘面 其实已经告诉大家 这一块业务 包括我们前面 短片里面看到的 又再出新产品 都是围绕着 消费者业务 这一块来做 那么最后一块 我们想不得不提的 就是企业业务 企业务的亮点 更多的是来自于 对于整个 云服务端的 这样一个搭建 那么从云服务端的 这个大家也可能知道 包括上物联网 包括像一些新的 一些新兴的 这个细分领域来看 最为受益的 我也看了一下 基本上也是围绕着 整个光模块的 这样一个组 所以我想说的是 围绕着整个 华为产业链 一个跟踪 那么我们今天 也是做了一个 跟大家做了一个 分享和拆分 希望大家能够 从中得到一些 这个收获 运营 消费 企业 这三块 大家可以各自去 梳理和学习 那工业是 国民经济的主导 也是实体经济的主题 第21届 中国工业博览会 把握产业的趋势 新潮流 体现科技发展的 新策略 展示新的产业链 创新新方向 和生产力的 深度结合 那我们的节目呢 也从去年开始 就一直跟踪报道 为观众提供 最新的工业信息 以智能 互联 赋能产业新发展 为主题的 第21届中国工博会 于9月17日至21日 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20多年来 这场发端于上海 影响力辐射全球的 工业盛会 伴随着中国工业的 发展步伐 已成为我国工业经济领域 规模最大 功能最全 水平最高的展览盛会 据悉 本届中国工博会 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 2610家展商参展 9大专业主题展 涵盖了制造业 从基础材料 关键零部件 到先进制造装备 整体解决方案的 智能绿色制造 全产业链的 最新产品与前沿成果 将吸引超过 17万名专业客商 汇聚上海 带来智能工厂 工业互联网 带新的核心技术等 新技术新体验 堪称新一代 信息与技术展 好 那欢迎回来 那我们还有 三分钟的时间 来看看明日市场前瞻 三位嘉宾给出的观点 其实我们刚才 买了一个伏笔 也就是在今晚呢 美联储会有一个 议息的几个决议 到底降还是不降 对明天整个市场 真的没有影响吗 蔡老师 反正原来觉得 降的可能性很大 现在市场呢 已经修复这个预期 变成了对半开 那么全球大家看到 他们债权市场 就很清楚 要是要降息的话 那债权可能顶得很高 现在开始调整 说明什么呢 开始把降息的预期 开始放低 这也是全球市场 现在这段时间 从高倍有点小幅 回落的这样的状态 当然这也是好算 不降息说明 他进去还能扛得住 这也不是定义事件划算 那么降息要降吗 他说告诉你 肯定是这么说的 以后降 那么我们呢 中国的话 我想很简单 整个的全面的降组 已经出来了 那么降息 现在降不降 还不是特别的重要 关键一点就是 我们的那个LPR的改革 要进一步的这个推进 但是不要忘记 短期当中 LPR没有太大动作 不要忘记 我们管理者能推 LPR的改革 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推动 融资成本的往下走 对于股市场来讲的话 您也不用跟那些 融资成本 有太大的关联 你只要去看一下 银行理财 是不是在往下跑 往下跑 那A股的基础性 基础的这个夯实 就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想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其实我在看的话 就是它的进攻板块 挡住了 挡住了 那么看看 有没有机会 能够逢低配置 如果有逢低配置的机会 转头向上的话 它来不及 马上这个七天里面 换仓的 它还得高距高达 继续玩它的龙头板块 那顾影金 给个简单的策略 好的 那今天晚上 美联储预期 我觉得是不大会降息 所以说有可能会带动 美国股指的一个下行 那么我就要看一下 明天指数 能不能顶住美股的下行 尤其是开盘 所以说从趋势当中来讲 我觉得是短期性震荡 但是明天的开盘 我觉得至关重要 还有市场成交量 不能够萎缩太多 主唱 我觉得降息的预期 其实已经提前消化一个月了 大家原来已经有这样一个预期 所以我觉得降与不降 如果从交易本身来讲 可能不降更为好 大家能够有这样一个预期在 那么我们都知道 投资都是做运气的 那别忘了朱超 线下活动的咨询电话 1366-1948-045 欢迎您拨打电话 好了 感谢我们三位 我们明晚再见 过去70年 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发展成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 这是一代又一代 平凡的中国人书写的大故事 他们试图用自己的勇气智慧 改变自己的命运 和这个国家的走向 他们是中国奇迹的亲历者 实践者 推动者和见证者 二十集纪录片 激荡中国 第一财经品 真正卫视优酷视频 连类现硬 好 接着为大家联系 如何来理解整个系列 这场这里的听证会的结构 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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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您直播 代表团新闻发布 回归商业的本意 您是英国大选令人一本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邀请您收看财经夜行线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肥贵 那时候客户下定 他不管什么家庭 亏本我们也接 冰败如山倒 就是你眼睛一睁 这世界好像变了嘛 经过第一年的双十一 的痛苦以后 从第二年开始 我们就下定决心 整个常铺的改造 现在这一台自动采创 一天可以生产到 八个小时 一百五十件 相当于原来 十个工人的产量 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你怎么跟这个技术去对接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 技术来赋能 这些传统的这些行业 每年大概四千台 五千台这个样子 多少年不坏心 我毕业二十年就在这干 就守着这堆图纸 你的所有想象 你的所有理想 所有思想 你都可以迸发出来 我相信 整个绿色大交通 整个资能车的发展 整个产业的重新洗牌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当下 未来几年是个大的主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出来的品牌 天地人 抗衰老口服业 中医五方 无药准字 青春宝牌 抗衰老口服业 买家具 欢迎来北菜家具广场 各式套房家具 窗帘 建材 一站式选购 别忘了免费叫车电话 58910022 选来选去 不如就去 北菜家具广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市场迎来超级星期四 多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 但联储是否降息 仍存在变数 货币宽松朝下 中国央行保持定力 MLF利率持平 夜内预期 9月20号LPR调降是大概率事件 我觉得后续的话 那么LPR它可能下降了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 应该是5到10个PP左右 A股市场三大股指全线收涨 白酒板块 领跑涨幅榜 北向资金单边净流入近40亿 小杰幅榜 大幅榜 cockpit 本来是5分钟的 进去的 冬门 斤